各位家长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双赢教育这个课程 为什么我们对儿女的教育是双赢教育呢 因为教养儿女不仅仅是关乎儿女 也是关乎我们父母 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 儿女会成长 我们父母也会成长 父母也会认识我们自己 通过教育儿女 我们会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 甚至认识我们的原生家庭等等 所以教育儿女其实是一个双赢教育 在教育儿女的同时 我们也教育了我们自己 有一句话大家要千万记住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 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很棒的父母 我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很棒的父母 教育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份神圣的礼物 我们要很看重家庭教育 各位如何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呢 这一刻我们要学习透过规律 习惯作息习惯等等 来刻意地培养我们的儿女 比如说 在我们的孩子三四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教育他们 来承担一点点的家务 使他们能够做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家人都要为家庭做出贡献 我们可以让他们摆好刀叉 分门别类的摆好 孩子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不同的孩子 我们对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能做得到 因为人性的劣根性或者难度 他又不愿意去做 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坐上不好玩的椅子 什么是不好玩的椅子呢 就是如果他不愿意坐 他应该坐 又能够坐得到的 就请他坐上一张固定的椅子 固定坐在那里 不动 直到他愿意坐 他应该坐也能坐到的家务 为家庭提供贡献 一开始这一把椅子对他很有吸引力 他不愿意坐家务 就去坐椅子 可是固定坐在椅子上不动 他会觉得很烦 很不爽 所以呢最后乖乖的去选择做他 能做并且应该做的家务 这是一个办法可以来帮助他 我们看到整个自然界是有规律的 太阳升旗 太阳落下 不变 但是又是千变万化 每天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习惯规律 其实也是一种美 父母对孩子说话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我们说话说难听的话 都会影响孩子 孩子是靠着观察来学习的 我们的孩子可能到两三岁的时候 突然蹦出父母所说的惯用语 各位父母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孩子透过观察来学习我们的一言一行 孩子是我们的复应界 而我们是远见 所以孩子是像我们的 这一点都不稀奇 我们说话的方式会内化成为孩子的内在结构 我们说话的方式甚至会成为孩子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言行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 我们要教导孩子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美好的早晨 关键就在于前一晚的准备 要让孩子看到我们自己父母是有准备的父母 我们为明天的事情做好一切的准备 能做的准备都准备好 孩子就会学习我们的榜样 也为明天的早晨做好应该做的准备 这样每天早上出门不至于匆忙 因为对于很多父母来说 早上出门和孩子一起出门是一件灾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前一天的晚上没有做好准备 那我们要做好准备 让他准备好衣物等等 如果是青春期的孩子 要让他训练他如何自己为自己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从容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父母都会催快点快点快点 不知道孩子死了多少的细胞 孩子心里面搞得很焦虑很紧张 另外父母也需要教育自己 因为我们说过养育儿女是双赢教育 在养育儿女教育儿女的同时也教育了我们自己 深刻的认识了我们自己 那父母也要反省自己 对于孩子的要求 我们不能够他完成事情的时间进度和父母一样 大人事情可能塞得很满 我们可以很快的完成很多事情 可是孩子不一样 孩子喜欢一步一步来 慢慢的来 跟我们父母是不一样的 并且大的孩子和小一点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对每一个孩子的要求都一模一样 总而言之 出门要从容 为了达到从容和谐 哪怕多十分钟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这一点呢 我们需要有很好的规划 孩子其实是一双眼睛 但是他的这双眼睛的观察力 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孩子是通过观察来学习的 耶稣召唤弟子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话 来跟从我 他没有说你们来跟从我 但不要学习我 我想很多父母会冒出这句话 我是你的爸爸 我是你的妈妈 你要听我的话 但是不要学我 不要学你的那些坏榜样 这句话是自打嘴巴 这句话说的是很尴尬的 所以作为父母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教育孩子 就是因为我们要先有榜样 这样让孩子学习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双赢教育 希望在教育儿女的同时 也教育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教育 甚至是自我教育 希望这第一课 能够让各位父母有所帮助 好了 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